這個傳統市場要掃QR 真的是有一點困擾 因為有些民眾是直接騎車 也不會下車 或者是根本不會帶手機 來匆匆 去匆匆 直騎水南市場 富人騎車直接插到豬肉攤前 喊要買什麼布錢 交貨根本沒有下車 不誤一聲就騎車離開 前後花不到兩分鐘 根本不會掏手機掃QR 聽到我們詢問阿姨 本來要離開了 趕快拿出手機掃一下 完成簡訊試鏈制 這樣大家比較知道 你去哪裡這樣子 其實菜市場很少人會這樣子 婆婆媽媽比較少 而且他們比較沒有QR Code那種的 攤販幾乎都有張貼QR Code 但大部分逛菜市場的民眾 是婆婆媽媽 阿公阿伯 光是使用智慧型手機 已經很難 更何況又要掃 單傳統都是那些老飛阿朗 他比較 沒有他 他也不會掃 那也是有人會沒掃就對了 他會掃嗎 對啊 他要掃他就掃 不然我也不能把他勉強 菜市場是開放式空間 客人來來去去 攤商也不可能盯著每個人 檢查有沒有掃 也有縣市政府反應 想要用簡訊 實聯制線索來進行疫調 結果資訊量大 難以提供 不然就是提供速度太慢 這個是作為你在疫調上的一個輔助的工具 進到這個場所去 他跟誰接觸停留多久 這些還是必須要透過精準的疫調 簡訊實聯制當初設計初衷 還是希望民眾要自律 至於真實性有沒有用 也只能自由新鎮 TVBS的黃國軍 羅西蘭三軍小組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